竹山、桂林、桐头等社区 今年在县府以及公所经费补助下 联合办理了庆中秋、鹤团圆活动 让几百位职工花费五天的时间 制作出近七千颗月饼 准备发送给各里、弱势民众与独居长辈 我们在这个价钱里面 有一百多个职工忙忙做了五天的时间 也制造了将近七千多颗月饼 分送给占个礼的中低收入户的人 那我们希望在这个价钱里面 交络式的家庭也会接受到我们的一点点温暖 直接感谢管政府的机器的帮忙 地方所帮忙 然后让我们这个活动也增加了很成功的推展 这些爱心月饼在经由各里领回之后 也会依照公所造册名单来发送 希望能够尽快让各里的弱势民众、独居长辈好好享用 带动的角色来针对弱势团体、弱势的家庭 能够感受到中秋节的社区的一些关心 让这个爱分享出去 县福每年三大节日都会邀集各地社区 一起办理欢怀弱势活动 这次也感谢竹山、桂林、统头等社区响应 让今年中秋佳节更加温暖 低收的、中低收的、还有我们的独居老人 以及我们现在街上的一些街友 这些都是我们县府现在逐步在关心的一个功能 我们需要去强化它 那我们希望说藉由这个中秋节的前夕 那我们也感谢竹山社区带领个两个社区 还有桂林、桂林、桂林社区一起联合 来办理这个友谊的活动 那希望把今天做的这些月饼 能够带回去给我们家里弱势的一个朋友来吃 来享受、感受家庭的气氛 谢谢 庆祝秋、鹤团圆活动 让今年中秋节更充满文心热闹氛围 县长也在此预祝相亲 中秋佳节快乐 记得双心服务处上阵采访报导